没有去过成都 但是却早已闻听它的盛名 那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对比我现在的居地 它一定有着绝不一样的性格 它是怎样的呢 与您分享七几年的文章 人间成都 其实不是的 它绝对不似张艺谋宣传片里那般 满画面的鲜艳 名利 悠闲 现代 那部短片是所有人对它的印记概括为 一座来了便不想离开的城市 但其实不是的 如所有看上去很美的事物那样 我熟知它现实中的阴霾 潮湿 暗淡 去目界是灰色的楼宇 道路 天空 与中国一切大中型城市并无太大异样 人们在这长年阴霾的事情里 过着泥泞的生活 连爱与恨都显得界限模糊 是的 长久以来它一直如此 却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是偶尔的晴朗 甘爽 明媚 变得如此令人欢呼雀跃 每一个晴朗的日子都像节日 在成都 所有人将会无心工作 上学 只想在太阳下面去坐着 躺着 把心肝肺都掏出来晒晒 在那些稀有的晴朗之日里 无论是广场还是街心花园 任何一个坝子上都会坐满男女老幼 无所事事地晒太阳 喝茶 搓牌 那场面大概是我见过的 最为闲散 无聊的生命形势 令我怀疑这里遍地都是地欧根尼 我是个无法甘于安居一地的人 少年时离开老家 去成都读完高中 又在厌倦了中国西南时的阴霾之后 赴北方念大学 那几年雾霾还少 北方冬日仍然常有湛蓝而晴朗的天空 四年后 北方的干燥无语已经不堪忍受 所以南下到香港读书 这些年辗转不少 渐渐也走过了些地方 在漫长而孤独地飞翔之后 不知是否因为年岁渐长 我只觉得山河失色 归心似箭 盼着回到心心念念的成都 回到那种温吞的 灰色的 潮湿的底色中去 并且甘愿就此留下来 留在这座铺满了青春记忆的城市 留在窗汗西岭千秋雪的故梦里 15岁到18岁的时候在这里读书 犹如牢狱 教室窗外永远是灰的叫人沮丧的天空 看不见太阳 即便晴朗也不会有蓝天 头顶上只有一片空洞的亮白 令人迷茫的好像连未来也看不见了 那些日子每一天都过得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似乎只有笔下的尸体变换无穷 但回头来看 时间轻易便将所有的不快袭去 留下的是那几年遇到的最难得的朋友 走上的幸运之路 那些破事永远都是可笑和难忘的 高三三整考试之后 和朋友们背着背包 就去御林小区的小酒馆 喝完一杯加了牛奶的啤酒 偶尔周末返程 借住在同学家里 彻夜看影碟 听CD 翻漫画 在操场上和隔壁班打篮球赛 冬天阴冷 手指总是红肿起来 那时候我还那么痴迷电影 没到周末就写纸条 让朋友去御林小区的碟子店淘电影 四党周末返校 从家里带来的麻辣兔头 一定会在周日当晚 就被室友一墙而空 专门为我留上两三个 据王意 而今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上班族生活 赫然发现四处都在搞拆迁 捡高楼 挖地铁 道路随着改道的改道 封闭的封闭 进左转 进右转 进直行的标志 布满每个路口 加上无数固定或不固定的单行道 开车时真是叫人抓狂 朋友都调侃 成都 一座不能左转的城市 但观音阁后街的夜抄手 还是那么销魂 西安北路的翘脚牛肉 还是那么绝 曹家巷的醉牛苍蝇馆子 还是那么人满为患 春阳水饺有分量 江和日下价格蒸蒸日上的趋势 但味道还是算得上独此一价 所以整座城市再怎么堵车 各路时刻依然前赴后继 每到周末 寻欢作乐的成都人便蠢蠢欲动 各处餐馆无不人满为患 就连平时一到深夜 城市各个角落 都会支起无数烧烤地边摊 游记的新城市广场 那个繁茂的闹市路口 一到深夜都会被烧烤摊占据 摊子足足快要扑到马路中央 如果是夏天 便吃烧烤配冰啤酒 为之冷淡杯 冬天就来煮啤酒 由牢遭枸杞配啤酒煮成 相当巴适 所以不管怎么骂他阴天太多 车子太堵 你和你的胃永远都离不开他 带着一个成都的胃去外地 是痛苦的 因为再好的馆子 都让你食不下咽 你尝一口就觉得成都 随便一个藏鹰馆子的厨师手艺都会比他好 这就是我在欧洲时如此思乡的缘故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仅凭沙拉 披萨 意大利面 炸薯条 面包 三文制 烤鸡炸鸡牛排 就足以支撑整个西半球的胃门长达千百年 数十亿人就吃这几样东西千百年 真叫人情何一看 但在吃喝玩乐上如此艰苦朴素 也许就是他们比我们发达的缘故吧 成都人在吃喝上面花费的智慧 实在是人类之罪 所谓天府之国 真不是盖的 不仅如此 玩乐上的追求也不造次 川鼠 鼠不尽的青山绿水 叫成都人的嘴不仅很挑 眼界也很挑 青城 西岭 峨梅 已经不算什么 再远点 往北打九寨 往西入藏 往南入滇 皆是挤中国大美于一身之地 大江大河 好山好水 其美无可辟之 我作为一个伟成都人 平日里最喜欢在夜里去文书院拜佛 白日里喧嚣的人群都隐匿 整个文书院安然隐匿在宁静脱俗的古运之中 无灯 无人 唯有黎木森森 红竹灼灼 佛光隐现 千年一梦 红墙外 有位拉尔胡的大伯 每天晚上七点半 准时端坐开线 在院中闲停漫步 便会有二拳应乐 凉霄 听松 寒春风曲等古曲 布绝于耳 其声其境安宁至极 敌人心扉 我记得在成都双流机场 有句城市宣传语是 China's China 成都 中国的中国 成都 是的 这令我想起 那个下雨天 寒风刺骨 我经过一条小街 空空荡荡的米粮店门口 泥泞的卷帘门半眼 深处的屋檐滴滴答答掉着水 刚好足够遮住一张麻将桌 四个人围坐 专心直至地在屋檐下搓麻将 任凭路边人来人往 寒风凛凛 落雨纷纷 四人犹如仙人下棋一般 知淡定 知投入 叫人叹为观止 其实再没有比这更加市井 庸碌的画面了 但这却是一种 只有平原卧地 才能造成的人文气氛 与集体性格 不可言 不可说 会心者 可懂其中 禅意奥妙 当然 和其中任何一座 中国中型以上的城市一样 成都现在 已经是一座堵城 在上班高峰时候 开车堵在水泄不通的路上 其实那已经不叫路了 密密麻麻的汽车 电瓶车 自行车 还有四顾茫然的行人 像一锅沸腾的饺子一样 暴躁而急躁地抢路 一张张怨厉的脸 写满了生活的黯然失色 因为太像一个社会的缩影 所以这样的场面 特别容易让人灰心 我也开着车 也堵在路上 这是我十五岁 就来读书的城市 十年过去 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房子 车子 有了一切成年人的模样 但那天突然看到 穿着母校校服的孩子 骑着自行车 从我面前经过 我硬是愣愣地 盯着她校服 背上印着的母校名字 直到她的身影 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街口 十年了 校服竟然一点都没变 竟然还是那么丑 也罢 青春已经够美 无需再做装点了 在那个男生的背影消失之后 我不由得想起 十年前的我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星期天下午 该是在教室等待同学们 一脸不甘不愿地返校了吧 陆陆续续走进教室的同学们 收拾着从家里带来的东西 聊聊天 开始等待班主任的点名 开始晚自习 开始赶周末没做完的卷子 快到九点半的时候 开始换座位 轰隆隆地拉桌子 搬书 接下来 接下来是新的一周 如此恍然 如此恍然 只觉得这一切就在昨天 如此清晰 如此清晰 那时的我 在无数晚自习 就这一叠叠作业纸 开始写作 当然那不叫真正的写作 在上课 自习 考试 做题的下戏 我们见缝插针地阅读 写作 弹吉他 我们热爱电影 热爱音乐 从吃饭前里面 省出一些零花钱来 买盗版 DVD 打口CD 买书 买杂志 买海报 看任何书刊 都会认认真真做摘抄 一张张活页纸 装定起来 又厚厚一大半 真是些清脆的日子 也是一颗颗清脆的心 如今的我们拥有什么 又失去什么了呢 当我经济独立 不需要用挨饿的方式 来省钱买碟 我却也再没有那种 搜集电影的兴趣了 当我时间自由 也不需要面对晚自习 和无尽的上课考试 我却也再没有那种 非写不可的倾诉欲了 成长有一种标志 叫沉默 因为生活的逐渐复杂 因为这种渐渐复杂的 难以言说 无法言说 不愿言说 或者 不能言说 而竟然 竟然这一切的改变 发生得悄无声息 有时候忍不住一下子会问 何时我们就走到了今天 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在我已经独立 开始一个人的生活之后 每天下班 收起电脑和文件 收起赔了一天的笑脸 离开办公室 经过堵得水泄不通的路口 在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和烟尘尾气的缝隙之间 满目都是慌慌张张的人们 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一切就显得缺乏秩序和谦让 暴躁的喇叭声 和陌生人脸上正在骂人的嘴形 我望着这样的生活面目 觉得无比的现实 无比的冷漠 简直就像马路上 一张张路人的脸 空洞 疲倦 恍然 生活常常令我暴躁 那些堵得水泄不通的路口 喇叭 灰尘 口痰 垃圾 冷漠而空洞的人 疲倦而茫然的脸 唯独写作的世界是令我平静的 像在大雾的清晨与林间散步 空气轻烈如泉 你心有山海 深情如燕 但是 成都真是一座温柔的城市 只在夜里下雨 没有那么多赤裸裸的晴朗 仿佛就是不想叫你参透人生 然后在你最绝望的时候 来一个清透的晴天 叫人高兴地手舞足蹈 我的朋友说 这样的世界温柔至无需闯荡 让人想起何当共俭 西窗竹 雀化巴山 夜雨时 写到这里 我突然想 如果一个人的心与身 能如川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 毕竟 毕竟 无论是纽约 东京 还是北京 上海 都可以说 如果你爱他 就带他去那儿吧 因为那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 就带他去那儿吧 因为那里是地狱 但对于成都 我只想说 带上你所爱的 与所恨的去那儿吧 因为那里 就是人间 如我一样的普通人 是决定不了 一座城的样子的 但是 我却在他的身体里 写下记忆 因而让他 在我的眼睛里 变得与众不同 一座城的故事 可能没有我 但我的故事 却装满了一座城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